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被业界喜爱 看前辈们谈起对演员王一博的印象和合作感受 最近,演员任达华接受采访时 提到合作过欣赏的青年演员 前辈主动提起了Q的王一博 王一博也很好,王一博是比较聪明的演员 希望跟他们一起拍戏 因为有他们才给我带动的那个动力 这个非常好,我喜欢 可能合作过也可能只有耳闻 但无论如何 王一博是让人不可忽视的青年演员 王一博真的被业界喜爱 合作过的剧组,导演,前辈,演员无一不夸 真正的业内知道王一博有多优秀,门清 看看前辈们,谈起对演员王一博的印象和合作感受 他的闪光点被更多人发现了 演员任达华,王一博是比较聪明的演员 导演傅东玉,王一博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演员 在目前的青年演员中,他的力量感是不多见的 这是作为一个导演对他的评价 演员陈晓,没有想到 王一博他真的演戏上让我觉得非常有天赋 他够了,足够强大了 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他完全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 非常好 演员黄轩,王一博身上有特别的魅力 就是他很谦逊很安静的外表下 对很多事情都有态度会思考 又很谦虚,我觉得是很招人喜欢的 演员郭小婷 王一博他是非常真挚的演员 有的演员演戏会为了保留情感,使用技巧 但他不会,他的表演都是全身心投入 对待每一场戏都全力付出 甚至,有些戏,是他带我入戏的 编剧出征,他就是蒋仙云 当之无愧,非他莫属 抉择,蒋仙云后人 抉择,演得不错,拍得很好 谢谢导演 谢谢王一博 请向他们转达蒋仙云历史后人们的感谢和致敬 演员赵轩,他一点点把自己活成了自己想成为的演员的模样和标准 演员刘一军,滑板在滑滑板的时候 王一博,他应该是我的前辈 风起洛阳,总制作人 风起洛阳,早就定下了王一博演百里二郎 两三点结束工作六点出工也从来没抱怨过 每次都会认真记笔记和导演主动沟通 让拍摄更顺利 聪明,有天赋,谦虚,肯吃苦,性格讨人喜欢 还在剧组带着大家玩滑板 这画面好有趣 王一博,我能吃苦,我对表演非常有野心 他一直是这样,无惧流言蜚语 也从不为自己争辩什么 只会用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用踏踏实实的行动来传递自己的态度 王一博作为演员的口碑,是业内夸出来的 他是真的想做一个好演员,未来可期